国民党现在真的是一个扶不及阿兜 国民党现在乱成一团 照理讲你现在的状况不好 状况不好的状况下 你要全党一致啊 要努力啊团结啊 而且你不是只有总统 你还有立委要选的 结果开始搞内讧了 有人要挺猴 有人要倒猴 有人要挺国 搞得不可开交 不可开交的时候 大家讲金府冲现在到了猴伴 你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金府冲刀出来了 这一把刀 第一个就直接砍向了郑立文 今天金府冲把刀 刀起头会弱吗 这一把刀为什么一开始 指向郑立文可以稳定军心吗 因为国民党现在有各种不同的势力 然后包括那边地方派系 包括那边中常委 但是郑立文这边是 第一个他最有名 第二个他最薄弱 最有名最薄弱 你只有一个人嘛 你只有一个人嘛 而且这样讲 他四月的时候跟大家讲说 国民党应该要赶快提名 因为赶快提名之后 人选出来了 大家才能够去协调 才能够去团结 你现在讲说要换人 对不对 你现在讲说要换猴 换猴 你有道理吗 而且好 你讲要换猴 他讲到猴下寒上 那你去跟韩国瑜沟通 他讲了半天是 韩国瑜听得懂我 那表示你根本没韩国瑜 问都没问嘛 韩国瑜不要 洪友宜不肯 你在那边换 你在那边换什么 你现在又是国民党的不分区 跟国民党中央唱反调 对 金普冲不堪你砍谁 当然先杀你立威啊 你说四月份集成要朱立伦 赶快决定人选的是你 在四月份的时候 你还讲最强的选手就是 侯友宜 在我们在等什么呢 不要再戳妥了 是侯市长的支持度 一支独秀遥遥领先 那么就要简化提名的程序 四月份的时候 全力挺侯 赶快就决定了 你赶快就是他了 不要再吵了 结果发现情势不对了以后 赶快就说 你现在换猴还来得及 你现在赶快就赶快转风向 所以要猴的也是你 不要的也是你 所以大家就火了 所以这个论点很好处理 而且我刚刚讲的 你看他的状况 他的前后的讲话 就是韩国瑜那边 根本没有问过 我们不要聊韩国瑜要不要 你最想去问过韩国瑜 去确认过韩国瑜 韩国瑜有意愿 我来敲边谷 韩国瑜这个政组都没有说 要你来敲什么边谷 所以你看到金普冲 他在吵什么呢 就是很莫名其妙 金普冲一吵 你还是不分区立法委员 不分区立法委员 你把这个党稳定都来不及了 你还在那边瞎搅祸 所以你看吧 金普冲的状况当然就是 先砍你 因为你最没有正当性 我先砍你 我来杀几几口 去警告其他的 金普冲一出刀 然后许晓星这些人就跟着出来 这都是金普冲非常非常习惯的 等一下 你说许晓星就是金普冲的嫡系部队 金普冲出手了以后 许晓星本来也在那边 左摇右摆 左摇右摆 可是金普冲出来就不敢摇摆 不敢摇摆 也跟着刀出窍了 我觉得他们的关系 变来变去 所以你现在讲 他是不是嫡系部队 难讲 但是前一次 许晓星也自己讲过 金普冲来找过他 他不敢不答应 不敢不答应 所以那句话 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他也很清楚 而且毕竟曾经是嫡系部队 所以他对金普冲的操作 是非常好配合的 金普冲一讲 我就马上跟进 而且跟进了 讲得条条条有理 所以你今天来讲 你郑立文根本没有什么好反驳的 那你会讲的 那这会影响到郑立文的未来跟仕途吗 我觉得郑的状况 因为他其实他已经在国民党内 已经讲过很多次 就是说他没有要征不分屈 甚至他 他们这种女性的战将 都常常这样讲 那跟国民党内讲说 我就没有要什么的人 你们 我都每次都在冲 你们这些人都不冲 那他到底是怎样 所以他没有要这件事情是确定的 还没有当立委了 他没有要立委这件事是确定的 其实你看看中间有一些补选的机会 王侯威那一席的时候 当初也有考虑过他 因为他那时候去就没有尴尬 比较不尴尬 他也没有考虑这件事 这个是事实 只是说他这一次跳出来 在这件事情上面前沿不对后雨 然后又跟党庄对着干 这件事情非常的奇怪 另外就是 金普冲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你说金普冲在处理党外问题的时候 既凶又狠 我想金的状况他一向都是这样 但是因为他以前都有跟马英九在撑腰 所以以前砍下去都没事 所以但是这一次能不能 你是锋利依旧 但是问题是你 你是不是能够产生一样效果 我是有点怀疑 我举个例子 2010年的时候台南市的时候 那时候吴建宝要选 那个涉及职房前途的吴建宝要选议长 那这种 因为我们都知道 议长的票是早早就顾好的 金普冲等到人家选完 立委议长议员选完之后 突然下令说 国民党的议员通通不可以投给他 你那么玩奖是会出事情的 结果 他要求国民党的议员不可以支持吴建宝 不可以支持吴建宝 都要投自己 因为国民党是不会赢的 他说你票不可以投给他 然后你都要投给自己 那么玩奖是会出事情的 但是所以国民党有10个议员没有投给自己 总共只有13个议员 10个议员没有投给自己 金普冲把他全部都砍掉 国民党在台南剩下3个议员 一次开除10个议员 然后到国民党在整个台南市 剩下3个议员 寸草不生 国民党今天在台南 还是这个 完全整个会垮成这样 被绿军看碎成这样 跟他当初那一刀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 他把台南的根都刨了 刨了没关系 你至少种一些东西回去吧 没种 没有 他拿去养什么 最后苏俊斌一选了一届 然后苏俊斌最后也离开了 对 也没有养出什么新的议员 像最近你现在看到这些选立委的 都是20 30年前 我们就看到的议员 我们都认识嘛 然后我再讲一个2014年的时候 那时候 基隆市议长黄景泰 通过国民党的提名 通过国民党初选 初选之后呢 他就因为检调去搜索他 他有 他有那个 有 有关说啦 6月收入关说 国民党就开始要劝退他 7月 然后劝退呢 劝退不成 7月9号呢 就直接在中场会 撤销他的提名 马英九来说痛苦的决定 那时候大家在质疑说 因为他没有起诉 你知道 他6月被搜索之后 就是交保抗告 最后是交保 结果国民党说 要撤销他的提名 大家讲说 你马英九当初特别费来之后 你被起诉了 你还可以选 我只是被搜索 我还没有起诉 我不可以选 然后7月9号劝退不行 就7月9号把他被子提名 他当时还讲什么 善良者彷徨无依 邪皮者 邪教狼嚎 对啊 结果到别人身上就不行 好 结果黄景台7月 他隔天就说 我要撤销到你 9月2号登记 这时候 金普通是国安会秘书长 已经不是党秘书长 是国安会秘书长 然后呢 9月5号 基隆就开积压厅 一压压多久 压到7月 压到隔年的4月 压到他7个半月 压出来已经选完了 直接把他压起来 直接把他压起来 选完了 所以你说他到这一次的时候 就那个邱毅跟金普通 这么狠 邱毅跟金普通 在自己的党内同志 直接压起来 反正你 我讲不听嘛 劝不退嘛 讲不听 你还选什么 你在里面选的 对 最后他的得票 就是年龄又 他有登记 登记了之后 被压起来之后 就没有放出来过 然后他最后的得票 不到林佑昌的三分之一 连补助金都退不回来 然后才有民进党 在基隆的八年之阵 对不对 然后所以这一次的事情 这一次他跟邱毅跟蔡正 所以你说 只要不听金普通的 他才不管你是谁 杀武社 他没有在客气的啦 我觉得他这件事情 他是一向 国民党内 为什么这么多人怕他 就是以前看多了嘛 所以你知道这一次 但是他跟蔡正元跟邱毅的时候 蔡正元跟邱毅就在质疑吧 质疑说当初那个江炳坤 儿子在大陆做生意的事情 就是他们要 就是他们质疑就说 那时候就是有人要搞江炳坤 然后把江炳坤 从海基会的位置拉下来 把海基会的位置 控出来给吴伯雄 邱毅就质疑说 是不是金普通的手笔嘛 好 那如果金普通这么厉害 那侯友语不就可以 稳步上身了吗 我觉得金的状况就是说 他在他在第一个人就是说 你看他一开始就要 叫他承认九个公司 叫他去讲核电 他在稳固内部的策略上是会是对的 他对内部的位置也够狠 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办法做汤沟 你没有办法做大 他是消去法嘛 不行了 不行了就消去法 刀子出来砍掉 那问题是你没有办法扩大 你看像他这一次来讲的话 他跟蔡正元闹得越来越僵 他跟那个郑立伟也杀得很凶 那个不要讲还有其他地方派系 地方派系听到 我就讲他那时候出来的时候 我听到国民党一个大佬 跟地方派系一起吃饭 大家听到他是他接的时候 就想说那还选什么 因为地方派系不会动的 双方是不同的思维 那你也我们 他跟地方派系不合吗 他当过党秘书长 他只有砍地方派系 他哪有跟地方派系合作过 他跟地方派系就是不这样 消去法 只有一砍再砍 所以地方派系根本就想说 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人来 完全不同的思维 然后还有过去的恩怨 这样要怎么选 这基督同一看出来就是 直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就直接讲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他会持续到723之后 持续到723之后 就会像青春痘一样 有问题 农包一定要把它挤出来 代表现在这些反猴的人 想要换猴的人 说你是农包 是农 农要把你挤出来 你说这个 非常符合金小刀的秋楼吧 你忘了吗 金府从人称金小刀 那么大家有人在开玩笑说 金小刀在出来 事隔10年 年轻人根本就不认识他 这个小刀生锈了 他们马上怎么讲 生锈小刀 割到了以后会破伤风 你知道吗 他这个意思是说 我的余威犹在 那么事实上呢 是在这个时候 国民党已经内斗不已的情况之下 请问你党纪在哪里 没有 没有党纪 没有党纪啊 可是金府从一来就告诉你 如果你还要说要犯猴的话 你就是农包 农包就把你挤掉 我请问一下 那其他政府会吓到吗 我请问一下 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中国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 没有一个动作 那你岂不是承认我满脸都是农包的吗 那我怎么选 不是只有要选这个总统 还要选区域立委 还要选这个所谓的政党票 部分区立委 那才是决胜负的一个重点嘛 所以金小涛一来不要小看金小涛 为什么呢 他应该没有意外的话 是国民党里面呢 政治人物在台面上 告名嘴跟告组织人 排队 没有第一名 也是第二名的 你知道吗 当年金庚正 金澄清 然后在这个等于说直接告你啊 那么虽然告的这个 等于说官司呢 有赢有输啊 不过你就知道他的个性 他的个性就是 是非恩怨分明 他这次也直接跟你讲啊 他之前直接跟你讲说 人家质疑他 你跟地方派系不好 他就说 我最后跟一个地方派系不好 那谁啊 讲白 大家都知道是傅宽奇嘛 他直接呛傅宽奇 你要知道哦 金小刀 他一路跟着这个马英九 包括你看 马英九当了两任的台北市长 两任的总统 不是都他都赢吗 对 为什么呢 因为马英九 他完全不掩饰他对傅宽奇的不爽 马英九 在传说中 马英九要打选战的时候 有一辆乡行车嘛 马英九坐中间 另外两个幕僚坐后面 坐司机旁边的就是金小刀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在车上 帮他打下来的江山嘛 所以马英九为什么那么相信他 你也不要忘记 当年金小刀在十几年前 他当过国民党的秘书长 他当过我们驻美的代表 后来在所谓三一八学运 太阳滑学运的时候呢 他回到台湾来 当这个所谓的国安会秘书长嘛 所以呢 他在一人以下 手腕整个国民党的所有的党纪 党产不敢说啦 但是党纪啦 还有包括整个情志的 这个单位的 这个所有的资源 都在他手上 所以那时候金小刀 为什么国民党的地方拍戏 人人怕他 原因在这个地方 台南一开除十个 一个参选员 不知道是不是他干的 说抓就抓 对 那十几年前是因为 他为什么后来 他其实在马英九 这个等于说 这个总统2015年之前 为什么就退 因为心脏 他很喜欢跑步 他不是三铁高手吗 他是三铁高手 但是有一天他发现 他跑步的时候 发现不舒服 心脏不舒服 后来去检查以后 才发 他后来去开刀嘛 好像开了 我记得印象中 好像开了一两次刀啊 心脏还开刀 所以后来他还问医生说 那我以后还能不能三铁等等啊 那医生 他以前最自豪就他体力啦 医生跟他讲 你要先保命 你要先不要再那么操劳了 所以后来他才急流勇退 早在马英九当总统卸任前的一年 他就自己先退休了 就退了 他是因为身体的关系 因为身体的关系 因为这个等于说太多事情了 他必须要 那因为他加他的个性嘛 那使命必达 所以马英九什么事做不到 尽小刀去就好了 所以像灰刀一样 像屠龙刀一样 以天不出 谁以争风 问题来了 他这次再出来面临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嘛 什么 因为马英九时代已经过去了 还有就是说 当年有党纪 当年情治单位的头子 当年什么都有 党政军什么都给予一生啊 艺人以下 整个国民党听他的 现在什么都没有 没吧 没有啊 现在他只是 因为他后来退休下来 我还听过他主持的广播电台 你知道吗 他主持广播电台 他主持变成这个样子嘛 从这个武变文 弃武重文嘛 然后他最近出来 最近这些年出来 是为了什么事你知道吗 是为了要打胡昆奇 胡昆奇要重新回到国民党 朱立伦要弄一个同舟方案 去划让他回来嘛 所以他拼命出来 拼命打 拼命打 打了半天 各位 病毒两个字都出来 就是为了这个事 就打了半天没用 胡昆奇还是回来 胡昆奇不仅回来 去年底还帮朱立伦跟马英雄 打了一个九合一的大胜仗嘛 所以这次为什么 这次他出来 重新回来帮侯友以后 你要知道 他所受了 他所上的这个专访节目 大家开玩笑说 不知道的人会以为 是金小道在选总统 为什么 因为他上的节目很多 然后呢 讲的话呢 立刻成为媒体的焦点 然后呢 那么一刀一刀 刀刀劲骨 重点来了 那么就要看你 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 会不会祭出党继处分啊 好 所以后辰 现在这个金小道跟这个 地方派系的恩怨还没解吗 他跟傅昆奇的恩怨这么深吗 我觉得他本来 他本来就 他一向都看不起 这些地方派系 他都觉得你们这些 沾染的黑金 像我刚刚讲的那两个例子 就是他觉得你们这些不干净 那不干净 我觉得他就是 光贵眼里楼不下沙子 就是这种东西 他是一定清 一定清得干干净 然后再来就是说 他以前主要是因为背后有一个马英九 马英九有一个很强的能量 我继承他的能量 我可以去做很多事情 所以这些人 我第一个 我砍了我好做事 那我光靠这些能量 只要没有人绑手绑脚的 其实就好做 可是现在状况不是嘛 你现在状况就是 你是在辅佐一个弱势的候选 可是问题是 你的旧 就是说 你的旧的恩恩怨怨 刚刚讲地方派系 包括今天来讲 曾里文这背后也是 邱毅 蔡正元难道不是吗 之前通通来跟你算旧账 你又没有办法搞定他们的时候 就变成说 你一直没有办法扩大 那我觉得他会很辛苦一点 就是说 现在状况就是说 他虽然有帮 好有有稳住盘 但是看不出来 有突破的那感觉 你现在到现在为止 马上到723 今天张亚中还出来补一枪 枪说要再出选 剩下9天了耶 你还再出选一次 那你全台会要怎么开 所以你看 你是张亚中这种 跟他没有恩怨人 都敢来出来 骑在你头上 所以你将来你能够去扶谁 那你怎么样把他拉起来 尤其是 侯宇现在的最大问题是说 看好度破了 看好度破了之后 你如果没有马上迅速拉起来 你就即便有进步冲 也会一直被看输